这首诗便是明司宗赐给秦良玉的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啊 正是被当朝皇帝册封为女将军的 实际上只有秦良玉一位 然而岁月淹没了这位骁勇善战的女将军 如今再度被挖掘出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极佳测评 用心感受玩具 我是极佳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便是 风涛艾斯的金国将军秦良玉 相信大家一定是期待已久了 那么秦良玉的传奇故事呢 我就不在视频里多说了 更加详细的介绍 我置顶在了评论区 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啊 可以去看一下 本期视频分为外观展示 玩法介绍和可动三个部分 我们马上开始 直接拿出主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开盒直拍 由于大量的铜片甲的使用啊 所以拿在手上非常压手 榆榈甲和山文甲片编织的非常紧密 让人忍不住的想多欣赏一会儿啊 这就是我们国甲的魅力 毫不夸张的说 身上所有金色的地方都是金属的 身上小的金属零件 开磨精度都很高 肩部和瘦头腰扣同样如此 并且在凹陷处呢 有秀技的肾线处理 增强了立体感 腰部有瘦腰的处理 没有做成水桶形 这一点实属不易 可以注意到的是 腰封这里的刺绣花纹呢 也很好看 我们接着看头雕 先给头雕戴上头巾 把发簪套到头发上以后 可以直接吸附在头雕上 其实这个头雕一开始 我是比较担心的哈 感觉和这套甲不是很搭 但是从实物来看 虽然嘴角带笑 但是眼露寒光 妆容精致 很有大将的风范 英气十足 那么戴上黄童凤志窥来看一下 嗯 有那味儿了 戴上面具以后 虽然是女将啊 但是我只能用帅这个字来形容了 这个造型我是真的爱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全副武装的样子 再挨个介绍每一款武器 对了 还有一个披风 不过这个披风可不简单 上面有烫金色的印刷花纹 在下方边缘处有四个绑着铃铛的小铜扣 那这个有啥用呢 别急 我们先装上再说 把这个扣在肩部的圆环上就挂好了 会发现这个披风会非常自然的形成一个四角垂坠的状态 这个呀就是那几个铜扣的作用了 可能是我见识少啊 这个设计真的是第一次见 使得整个披风非常有形 不再像是披了个床单一样啊 这个设计可得点个赞 接下来我们来说下装备挂载的问题啊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铜扣完成的 一段插入腰带 另一端挂上装备 这里还要说一下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这款啊附带了一套打理工具 听说这款的金属甲片啊 都是做了防氧化处理的 所以只需要定期扫扫灰就行了 那么防氧化的效果到底如何 现在不好说 只有时间说了算 还有两个多功能的武器架和箱子 箱子的作用呢我们一会儿再说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武器搭载上去 先从哪个来说呢 就这把剑吧 我对剑的形质其实不是很了解啊 但就外观来说花纹还是挺复杂精细的 这个龙蛮可爱的 整体啊都是金属的材质 拔出以后这个剑身是偏哑光的 整体就是这样 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斩马刀 首先刀柄这里啊 一开始我以为是涂装的 细看以后发现是真实的皮带 这个刀刃就是一个厚薄均匀的钢片啊 上面还有渗线的处理 感觉这样看着有点平面啊 少了点立体感 金属勾枪也有同样的问题 不过在握柄处呢夹了铜 并且缠了皮带 造型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个弓的漆面啊真的非常好看 四个位置都有铜扣 两端卷有蛇皮 中间卷的是皮带啊 还有一个装弓的皮套 上面有金属装饰还不错 当然还有一个装弓箭的箭筒啊 不过这个弓箭作为一个配件 选用了用塑料加涂装的方式来制作 接下来啊就是这个重磅武器 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金属勾连枪 这个枪头正亮 寒光闪闪呢 龙头增添了几分霸气 枪尾部的做救效果也很到位 好了外观呢就先看到这里 我们先把甲脱下来看一看 还记得之前那个箱子吗 把它打开以后啊 附带的螺丝从下面插入 把这个竖甲支架从上面旋转固定 这样的竖甲台就组装好了 紧接着来看本款的外包非常简约 品牌名和产品名都印在上面 打开这个磁铁吸附的盖子 翻掌过来以后 便是大明疆域图屏风 把盒子躺倒扣下便是地台 屏风放上去以后便组装好了 那么咱们的前期准备已经完成了 开始卸甲 首先解开任意一侧的腰带 解开后呢 先把这个腰扣翻上去 紧接着从正面解开蓝色的绳子 把腰风取下来 再解开腋下的两个固定皮带 注意啊 这里是没有卡扣的 直接拉出来就行 穿托还是比较方便的 找到背后的红绳 解开后 从正面把胸甲翻过去 哎呦 这个设计有点意思了 这款出场打理的就已经很好了 每个部位都很紧凑 所以手残或者懒得动的朋友呢 直接战施就行 不太推荐把这个甲脱下来 这个绳子全部解开后 才能把外甲脱掉 再从背后解开黑色的绳子 就可以脱掉裙甲了 快脱完了 坚持才是胜利 把后面的红色绳截打开 再把两侧这个红绳解开 这时呢 要把肩甲这个蓝色绳子拿掉 这个作用呢 是让肩甲更服贴 其实这个呀 应该第一步就拿掉 我也是第一次脱 有点经验不足 然后就可以把这块也拿掉了 把手型拔下来 这个护臂也就可以直接拿下来了 接着咱们脱掉飞鱼服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白色衣服了 不愧是素贞呢 真的很素 好了 不脱了 穿回去 这个卸甲的样子 我很喜欢 整体衣服的印刷都不错 和武器搭配 玩法也比较多 好了 再按原来的步骤 把甲穿到竖架台上 时间漫长 咱们直接看结果 整体的效果还是很帅的 咱们把所有的都摆上 看看效果如何 这个场景你喜欢吗 喜欢的话弹幕发个喜欢 这个脖子有点长 感觉比例奇怪 于是去请教了一番 我去翻车了 朋友们 这个是错误示范 正确的方法是要翻过去 这部分是店面具用的 我因为不懂了全部穿反了 大家玩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更改过后比例就比较正确了 我就穿个上半身给大家看看效果吧 球放过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环节 再补充一点 还附带了一个金属弯纸 可以带到手型上 由于本身就是半包胶素体 再加上布衣上没有什么阻挡 所以卸甲状态下的可动 基本没啥问题 我们直接穿上甲 头盔上的甲片是有一定的活动性的 可弯曲幅度不错 侧裙甲也同样如此 戴上头盔以后呢 头部的可动受到了限制 手臂侧台前台后台都能达到90度 就不做过多展示了 居肘幅度很大 与大臂夹脚40度左右 前倾和后仰就是这样 大腿前台70度 后台45度 由于小腿没有阻挡了 所以可以贴到大腿 但是脚部鞋子是硬质的 所以脚部基本没有什么接地 开刹到这儿还是可以的 但是再大就比较吃力了 可动就是这样 不瞒大家说啊 这是极佳入手的第一款金属国甲 所以也很难从横向或者纵向的角度来分析对比 但是抱着一颗分享的心 毫不夸张的说 这款给我的感觉就是惊艳 不单单是它华美协调的外观 也不是它超多的武器附属 而是在整个穿脱的过程中啊 感受到的每一部分的用心与精致 做到了繁而不杂 包括这个简单的除尘刷和镊子呀 可以感受到风陶艾斯 也是在用心的对待这款作品的 但是用的是半包胶的女性素体 关节的紧实度虽然不错 但是把玩体验 没有市面上通用的男性素体好 1580元的预定价呀 所以这款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以后我也会陆续的发 中国古代兵人的测评 喜欢的朋友们呢 可以关注我一下 好了 我是极佳 我们下期再见 彩蛋来了 秦良玉自真宿 明万历二年 也就是1574年 出生于四川中州 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市中县 秦良玉是一位苗族姑娘 她的家族啊 因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而汉化 却仍保持着苗族 强悍宠武的特点 秦良玉啊 是家中唯一的女孩 她的父亲呢 特别钟爱她 认为虽然是女子 也应该习兵自卫 以免在冰火战乱中 突围扣渔肉 好了 秦良玉就说到这儿 谢谢观看